疫情解封后迟来却又熟悉的敲门声 紧握的手怎么也不想放开 封城期间很多年迈的慈祭照顾户或许衣食无余 但心中早已被疾疗填满 那早上来贪你啊 小跑步迫不及待 几句话家长可是老人家每日念想 尽管戴口罩都能感受到奶奶的笑开怀 乐观的慈祭照顾户燕美奶奶还是志工的心灵导师 把握时间接连拜访六户人家 身在经济困窘的家庭 志工送上静思雨鼓励逆风飞翔 苦难是一堂宝贵的人生课程 你的人生就是你自己的人生 不是原来的人生 你要怎么从这边走过出去 把这个苦带出去 天空不会永远下雨 志工撑起了保护伞 也要靠自己迎向放晴 大新闻 珍珍美志工 广东综合报道